而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将至南华老人会 并且在南华春老人会馆举办了传统美食演习活动 广令县长许真卫广令县议员吴建志都到场与民众同乐 而许县长也亲自包粽子 展现了熟练的手艺 也预祝相亲端午佳节愉快 现场气氛热闹文心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将至南华老人会 并且在老人会举办传统美食演习活动 现场许真卫先议员吴建志都到场与民众同乐 现场许真卫也亲自包粽子展现熟练的手艺 预祝乡亲端午佳节快乐 现场气氛热闹文心 现场许真卫到场的时候展现清明的魅力 与乡亲老大人足以关怀之意 由于连日沿着也不忘定老大人们 尽量八点半之后不要夏天免得中暑 并且随身带着哨子 如果身体不适可以吹哨子 你注意才不会错过救援的时机 大家健康快乐了好吗 好 要是摆三个瓦工 要上什么研习 新政府还有相公所书生 我们都全力来支持 这样好不好 第一就是爱健康 第二还是要健康 第三个更要健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特别将在丁明一下 就是我们九点以前 你如果要去那一餐的 八点半以前去的话 八点半就回来了好不好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 还有有扫子的 尽量带着扫子 如果我们不舒服 你就吹扫子 吹大声一点好不好 这样不会有人听到 要拜托一下 好在这里 这位就是要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 现在许仲也展现好熟悦 与相亲共同抱粽子 利落熟练包出一颗颗领角的分明粽子 让相亲纷纷战闪 现在许仲也灵巧 现在许仲也同时和老大人处以关怀治愈 一族相亲身体健康 端午假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